各位彪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OTS豬仔 今天最後一條彩蛋片推介 提前推介了一隻厲害 Series 8的系列 今天就要最後一條彩蛋片推介 寶魯華 也有一個音叉 logo 我手上還有最後兩款寶魯華 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這隻就是白面的設計 潛水款200米的防水 不過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白面的外圈不能轉動 雖然他做了200米的防水 亦都搭配皮帶錶 用了皮帶 之前我也介紹過一隻 就是用Milta肌肉 也是一個款式很相似 今次介紹一隻 Swiss male 究竟用什麼肌肉呢? 提前豬仔很八卦 打開看看 因為我看他的官網 就查不到他用什麼肌肉 白怪打開了底蓋 原來他用ETA 955.122的機心 ETA 955.122的機心 就是七顆石 用上了371的電池 電池壽命大概三年左右 是一個星期日曆的機心 大家都知道 ETA的機心就是一個瑞士的機心 好了 Swiss male的保露華 做了白色的錶盤 亦都有一個音叉的logo 在12點位置 那我看一下野光 潛水款的手錶 做了200米的防水 所以 時分針加上 秒針加上黑度 非常漂亮的夜光 好了 亦都是做了金屬邊框 做了銀色的金屬邊線 圍住了星期日的槍 做了三點位置 白底黑字 軟眼一看 好像東方的Marco 所以你說款式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你抄我 我抄你 老實說 我都不知道這個款式 好像Marco這個學型的款式 是有多少品牌都有用到 這個潛水款 再加上 他在1 3 5 7 9 11 的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粒坑位 那粒坑位 當然跟Marco不同 但是他也是有同樣的 類似的設計 好了 那標關位置 擺在3點位置 做了一個護官位 那他的標關 就會比Marco做得好一點 原因就是 他比Marco短一點 這個護官位 沒有那麼貼 他有些貼到 連邊邊位都貼起來 變得很難轉動 這個可以的 非常之容易轉動 向下轉動 先放開標關 搖一下他 輕微虛位 好了 剩下之後 又有停秒功能 一個ETA的機心 那我試一下向下轉動 先 順時針方的教育時間 很緊致的 瑞士機心 這個 ETA的機心 教到六點多鐘 乎音的位置 半格 我們教日力槍 半格 我們向下轉 那你見到他 教英文 星期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 就跳西班牙文 向上轉動 教日力 聲音的 好 教完之後 按進去 向上轉動 迫近表官 大概有三圈技 就鎖上了 表官 好了 圍邊的位置 你看到九雅坑的打磨 錶圈就做了一個鋁片圈 斜尾向外斜的 鋁片圈 白色的潛水錶款 再加上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受光 延伸到側邊部分做了拋光 做了光身的 錶腳就做了拉絲 錶帶方面做了一條皮錶帶 牛皮錶帶 做了扯白線 黑色皮帶 另外一頭也是做了兩個圈製油環 都是扯白線 配上白色錶面 錶購位置也有保羅華的logo 做了銀色光身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上面也寫著這個 保羅華的品牌 麵牌出來 不鏽鋼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個標徑不屬於大標徑 試一下量度給大家看 它的規格寫42M 我看看是不是 我量度出來 如果3-9 側一點 就是40.6M的標徑 斜斜地量度 就是41.4M的標徑 它的規格寫42M 我自己覺得量度不到42M 厚度方面 10.3M的厚度 Luck to Luck就是 47M 試一下戴上手給大家看 316L不秀講學 這隻寶魯華 戴上了14.8CM的手腕 白面清晰異體 加上升旗日曆 非常棒 很簡單的設計 6點位置都寫了USB SMA 瑞士製造 試一下給大家看看重量 上次那隻就是日本機芯 用了MIOTA機芯 今次這隻就是類似的款式 製造了一個瑞士製造 瑞士製造 瑞士機芯 ETA的機芯 重量方面就是74.8G 電池大概3年 換一次 屬於比較輕身的手錶 如果喜歡這隻手錶的你 可以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朱仔只有1,001隻 也是我親戚在OLED買回來給我 所以當時就用過私用袋子 朱仔放回自己的No.7盒 以及做回收據 做回聯補給大家 亦都換上了新電池 祝你3年都可以用到這個電池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讚 就是朱仔 朱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未訂過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希望你喜歡朱仔 SWISS MADE的寶努華推介 那多少錢呢 講到這裡還未講價錢 好了 朱仔推介 1,288 1,288 瑞士製造的200米防水 SWISS MADE的寶努華 石英錶 希望你喜歡我推介 我用了ETA的955 機心 好了 喜歡的心動 即刻行動 否則手快有 手萬無 我們下集見 拜拜